不要講懶人包 不過我們之前有講 主要原因是因為 Eclipse會改版 Python會改版 如果你改版了 你可以自己再做一個新的懶人包 也沒有關係 所以這部分是會有彈性 只是說 將來頂多是Eclipse裡面 你要多設定兩個地方 一個是什麼 這個PyTIV裡面的 interpreter裡面這個地方 那當然如果你有自己安裝的話 他必須有一個 Quick 你除了New之外 有個QuickAutoConfig 如果說你是手動安裝 比如說你有裝Akahon 就是剛剛我講那個Akahon 那個套件的話 那你透過AutoConfig 他也會自己抓到 然後 像你如果自己手動安裝Python 他也會自己抓 你也可以不用New 你不用指定他的位置 也可以抓的到 而且你也不只一個路徑 你可以很多個路徑 你可以指定說你現在要用哪一個 或你可以改這邊其實都OK的 今天的話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因為 剩下來 就是15 16 今天17 18 因為下午的話 本來預計就是大家 就是討論一下 分享一下心得經驗 因為我覺得 這門課還是蠻重要一點 就是說到底你學了這東西有沒有真的 一些應用的想法 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而且你給我一些反饋 我也比較知道說到底學了怎麼樣 也就是如果你們給我個回應越強烈 當然我會願意多 也是一樣 因為學習 其實 教學是互相相對的 我都有強調 學如壯中 學習跟壯中一樣 你壯我越用力 我當然給你聲音越大 可是你都不壯我 然後甚至你也都沒有特別的 那我要怎麼給你東西 我也不知道怎麼給你東西 我即便給你東西 對你來講也是多餘的 因為你根本沒有 你還沒有想要學習的那個動力 所以我還蠻強調這一點 那也就是說 在其他地方上 像文大那邊 哇那邊學生超積極的 24個去考證照 24個全部通過 而且我馬上分享這個 就是剛剛講那個證照 他們一聽馬上全部人都 就馬上說要不要報名 你又不要報名 馬上就已經 主團就說要馬上要報名了 而且時間都訂好了 然後我跟他們講說 另外你還可以 兩張之後 另外一個學科 考過之後 又可以再換一張大張的 那他們馬上又說要報學科的 我們就積極程度 其實可能 墮差還蠻大的 所以我其實 這種心情 就可能要調整一下 因為在想說到底為什麼 到底哪邊的問題 是不是 應該也是同一個老師 但是換了一個不同位 不同的地方上課 感覺就 不太一樣的反應 然後 不知道 可能 這我在 你們如果有什麼 想法的話 也可以告訴我一下 因為我其實在 在勞大這邊也那麼久了 我想說 當然 也還蠻 想想那個楊老師也蠻厲害的 他其實學生 每一次每一次選課 情況都非常好 而且大家也其實都還蠻喜歡他的課的 只是說 當然我也知道說 有些同學會跟我講說 他上課的狀況 只是說 每個老師 每個老師不同的那個特性 好 那上一次上課的話 就兩個禮拜前 因為你們要補班補課 所以我們就 又順眼 又 那上一次的話 因為有錄影 的問題 不過重點就是在資料庫 所以因為資料庫部分 當然我講過 有Seql Line Seql Line之外的話 其實還要買Seql 所以 其實如果你們要知道 買Seql怎麼操作的話 在雲端白板上面 其實我也有把它整理成那個 就是Python連結 買Seql這一段 那其實哪裡不一樣 其實這麼多 就兩行不 地方不一樣 但是你第一個 你要先把那個買Seql價站起來 那怎麼架買Seql最簡單 我們之前如果有學過 我其他的課程 像VBA進階 或者是說像PHP 或者是說 App課程 其實都會用到這個 這個懶人包 其實像這個應該也叫懶人包 這個東西本來就是說 如果你要架買Seql 一定要架一個server 那server他是架在什麼server 他是架在一個 如果你要用介面的話 會用APAGE server 那加上一個叫什麼PHP 買的命 然後再加上買Seql 會有很多東西 你要安裝 那這東西如果說 你要從頭到尾裝很辛苦 所以他會幫你打包 這個叫SAMP 應該 應該不陌生吧 而且這一套東西 我用了好幾年 應該都沒什麼問題 他的好處是 快速可以把你買Seql弄起來 很簡單 你就把它解壓說 執行Setup 然後呢 他就Run起來了 Stop Stop OK 這個APAGE是WAVE 因為 我們的MySeql管理介面是架在網頁上面的畫面 所以你要有一個WAVE server 那MySeql的話是獨立的 如果說你只有Run MySeql的話 你要用 你要下語法 要寫 就是打語法非常麻煩 所以有個圖形化介面 那但是呢 APAGE之前常常遇到的狀況 奇怪 為什麼有人Run不起來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電腦本身 在安裝Windows 就已經有IS的話 你要把IS關掉 否則兩個都是WAVE server 他會 把它強佔支援 所以你APAGE就Run不起來 OK 應該有印象 之前好像有蠻多同學問到 老師為什麼我拿APAGE 一直按 STOP 奇怪就是 就是他會 跳一下 然後就關掉 跳一下就關掉 很有可能是你本身就有裝別的 那個WAVE server 然後造成他沒辦法啟動 另外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說 因為他是要走80POR 因為WAVE網站 WAVE走HTTP 80POR如果說你被關掉 比如防火牆 或者是說你有那些其他 他就是地方也用到80 那可能就起不起不來了 不過大部分狀況 我 弄一下應該都OK 沒有什麼太特殊 如果可能就是這些 你可以怎麼樣 把IS停止掉就OK了 再把它弄起來就沒問題了 另外防火牆可能設定一下 再來的話 把 把那個SAMP裡面安全性 因為他預設 他的那個帳號是沒有帳號 他的帳號 管理者帳號是律者 密碼是沒有 所以你要把密碼加上去 不然的話任何人都可以進得來 加的方法我這邊有畫面 再來的話 如果說你要在Python裡面連結 MySQL 其實只要改 兩行程式就好 拿兩行 就這兩行 本來我們的那個 就是 SQLite是 Import SQLite3 把那個套件改成這個 叫PyMySQL就好 OK 第一個 第一行要改 那第二行的話 直接是去 com等於 connect 一個什麼 一個db的那個檔名 那這裡的話 connect後面就 就不是一個檔案 因為 SQLite它本身 它是一個檔案 所以你就是 如果不存在 他幫你建 如果存在他就連 那可是 如果是一個伺服器 server的話 那你就要 告訴他幾個訊息 第一個 你的host 你的 你的那個 主機的 名稱叫什麼 或者你的主機的IP 位置在哪裡 你要告訴他 兩種敘述方法 那一般的話 用IP位置比較多 所以你也可以找到你的IP位置 然後把它填上去 他就可以連的到 另外的話 Pol號是固定的 3306 一樣 如果3306你這個 那個防火牆也要打開給他用 不然的話關閉 你也沒辦法去連 OK 再來的話 user就是他的帳號是叫什麼 密碼叫什麼 他裡面你要先建一個db給他 這個db的話 比如叫member 然後chatset的話 就是他的編碼方式 我們就utl8 OK 這樣的話就建OK 其他的話就是 幾乎程式都不用改 直接像我們之前是會員資料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塞到myseco 但是會有幾個地方 我紅色字的地方 可能就需要改 還有就是說呢 藍位名稱前後 我們本來有加單引號的 其實在myseco裡面 不要加單引號 加了反而會出錯 這個是完全可以run的 這已經都run過了 所以在別的地方上課 我有把myseco 就是說前面練習的會員的 那個資料 轉到myseco裡面的話 這邊其實就 社會修改過 其實其他地方有上 所以我這邊就有貼上去 如果你要練習的話 這邊就可以 把它直接稍微看 另外的話 修改IP為止 那所謂的 因為他myseco跟seco 它的最大差異是那個 我剛剛講過一個檔案 一個是另外一台電腦 可能在內部網路連的到的 某一台電腦 所以如果你知道那一台電腦IP 位置你就打上 但是不是只有修改IP位置 還有權限問題 因為你不能說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進來 那會有安全性的 問題發生 所以最後可能還要做什麼 如何知道自己的IP位置 我想自己查一下 或者下指令 這個可能自己再看一下 如果說你要讓別人可以連到你這一台 比如說你架了一個myseco 你要讓別人用的話 那你可能要開一個使用者 使用者名稱的話可以制定 比如說我這邊加一個TESTER 什麼主機都可以進來 所以一個person person是所有主機密碼給他 比如說TESTER 1234 1234 那 授予他所有的權限 然後把它儲存一下 並且開一個 這個 DB給他 他就可以做存取了 所以Python 就可以把 你的那個相關資料就可以寫到 別人電腦 所以其實最好你可以再找電腦 比如兩台以上 單單一台其實測不出來 你可能要兩台電腦 互相把資料丟來丟去 如果ok的話 那沒問題 那myseco的最大好處就是說 其實第一個 他跟那個msseco 跟oroco 其實差不多都是網路型的 但因為他也自有軟體 所以第一個沒有費用問題 沒有費用問題 不過有些坊間 如果要用那個msseco oroco 反正就是付錢 公司 總共是付 那只是概念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 你們也可以試一下 如果msseco 可不可以連連看 其實也差不多就那兩行改一下而已 oroco 有沒有也是一樣 改那兩行就好了 其他好像沒什麼地方需要改 像那個上次上課春翔有試 因為他oroco比較熟 他有試 也是那兩行改一下就可以 oroco就可以連結了 所以第一個 mseco他是 所謂的 自由軟體 第一個他 費用的問題 那第二個的話 他是伺服器型的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 他可以給每一台電腦共用 所以以後的話 像之前有同學就是用以色尤 以色尤怎麼共用 他把以色尤放網方 大家一起用 存取 到底誰存取誰改的你也不知道 誰有沒有權限不知道 所以改了亂七八糟 到底誰改了 也沒有人會承認 ok 所以如果你用資料庫的話 可以取代這種共用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 你是要給不同的程式 比如說 Python可以存取 MySQL VBA可不可以存取 也可以 那 PHP他沒問題 對不對 然後其他的話像 R可不可以 R也可以 也就是說 App可不可以 App也可以 任何程式 只要你怎麼樣 把Database都放在這邊 你任何程式要存取 都從這邊撈就好了 所以有的比較擅長於輸入的話 像VBA裡面做表單很簡單 有沒有 所以你要讓人家輸入資料的話 你就在VBA 而且他們前端都用Excel 你就弄一個表單把資料存進去 後端要做報表或做圖表 然後你再用R或Python 互相 如果最後 假設業務端他要 顯示的話 那你就丟到App上面 或Web上面 讓他去查看 那就可以分工合作 所以現在這種模式 其實還蠻常見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要RUN這個可能 要RUN蠻久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我這邊有提到怎麼樣去建 如果你之前有上過 我VBA進階課的話 這個應該不陌生 ok 然後 裡面一樣insert into 那另外在VBA裡面 要多裝驅動程式 驅動程式 我也放在雲端上面 如果有需要的話 也就是說 底下有提到VBA 怎麼去操作 也就是說Python跟VBA 要做資料交換很簡單 乾脆你就丟到MySQL就好了 兩者就可以互相 溝通資料了 而且這個部分 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會發現一個公司 一個工廠 裡面每一種 環境都不同 那你要怎麼共享資料 放 放一個SERVER就好了 不就是放MySQL 不然你就裝一個 MS SQL 不然就裝OLOCO 都可以 應該沒問題 甚至你物聯網 有沒有 你那個 有一些外面的機器 資料要進來的 就丟到MySQL裡面去就好了 或者現在什麼 反正什麼什麼萬物聯網 不只是一個小電腦聯網 你甚至一台機器也可以聯網 工廠內部很多東西 全部都可以聯網 資料怎麼交換 反正就放SERVER上 也許如果你不想花錢 就買Seql 這部分的話 就是主要我們延伸 之前講到的 Seql line延伸到MySQL 我把它放在 第八個 第八個單元 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接著來看第六單元 就是如何從網路上撈資料 那網路上撈資料 跟你原來的電腦撈資料 玩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你可能要連線 而且另外要裝一個module 這個module叫request 如果你沒有裝個request的話 他一run 馬上跟你講說 no module 沒有一個模組 名稱叫request 他找不到 那怎麼安裝呢 很簡單 就透過pipe就安裝就可以了 安裝方法我待會會講 那另外的話 我們怎麼樣 去抓取網路資料 我看我們直接 看這個好了 PM2.5 因為我覺得這個網站 他還蠻不錯的地方 政府機關現在慢慢走就開放 開放資料 Open Data Open Data裡面 最主要的三種格式 就是三種 一 二 三 我們待會練習就說 如何把這三種資料抓下來 並且做後續的應用 大概就這樣而已 那人家給你資料 你有沒有辦法應用 不是不一定只是政府機關 可能 各個 公司對公司 上游對下游 其實資料的交換 也許就是這樣 他就把他說 我放那個位置 那個檔案在這裡 你以後自己去抓 你也不要來煩我 然後呢 我反而以後都放那裡 這樣也很好 反正我也不管你 而且甚至這裡面也沒有任何授權 我 可能他這邊 只是開放出 如果說有些可能要申請的話 他也許會給你 也是一樣給你一個網址 就是 要不就給你CSV Json 跟XML 那其實這裡比較困難的 不是CSV 因為CSV前面有列宇蠻多 比較困難的是Json XML 這兩個 而且網路上你也不見得可以查到 比較好的解決方法 因為網路上查到了 我覺得繩子寫的 哇太長了啦 亂七八糟的一堆 而且還不能跑的也一堆 那用什麼方法來解決 存取網路上面這種開放資料 最簡單的方法在哪裡 另外的話 Json 這個看起來其實有點像是一個新的東西 但其實 你只要把它當成是什麼 當成是字典就好了 字典還記得吧 我前面講過 串列字典 串列字典 這兩種心態 如果你學Python 這兩個沒有學好 你後面根本不要用 因為其實用來用去 最重要就是這兩個 那字典的話就是 那個串列就一欄 那個字典就兩欄 對不對 那一欄是Key 一欄是Value 而且不會重複 不會重複Key Key裡面不會重複 那其實你可以把Json 就當字典就好了 其實他雖然說名稱不同 但其實他是同樣的東西 所以你也不用把他覺得好像又要學新的 不用了 Json 你就把他當字典 就好了嘛 可不可以這樣 可以 完全沒問題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瞭解一下 因為這個課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願意學 太多太多 永遠學不完 光資料庫好了 在工作上的應用 就是一項技能 光一個資料庫 你可能就有各式各樣的資料庫 你要去了解 拿資料庫延伸出去的 就跟各種各種的應用程式的銜接 哇 又接不完了 所以我剛剛光講資料庫 其實你想說 那資料庫這麼多種我怎麼選 其實很多東西看起來是不一樣 但實際上背後的東西都是一樣的 雖然資料庫種類很多 但是他很多都相通 所以你需要記得是說他哪裡不一樣 也就像Seqlite跟MySeqlite 最大不一樣 其實你可以看第八代 裡面都講得很清楚 怎麼架測也都講得很清楚 RUN有沒有問題也完全沒問題 因為這些東西 現在很多人的工作裡面 都在RUN這些東西 有沒有問題 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好像 像至高之前也有把那個幾GB的東西 丟到MySeql 沒事 我聽你這樣講 你不是之前把VBA的東西本來塞到 SS不行嗎 沒有後來我用SS進去 我記得你好像講說你把他塞到MySeql裡面 比較少 還是我聽另外一個同學講 他是好像也有那種大量的問題 就是資料非常大 結果用SS會有問題 後來用MySeql就解決了 可能這種 我沒有特別去查 10G 那10G也夠了 10G 一般的哪會用到 你說一個Db嗎 一個資料庫的上限 你記得遇上查的話 他還是有 他一般多大 還是有上限 有啦 可是那個上限基本上 對一般人來說 除非說你是處理什麼宇宙天文那種東西 否則的話應該要把它弄到上限的機率 對於在維護幾位啊 嗯 哦 你的data 你